转眼间,2018年将转瞬即逝 这一年你挣了多少钱,花了多少钱,又到了该盘算的日子 但总体来说,2018年,我们的钱袋子更古了 挣得更多 自2018年10月1日起,新的个税起征点正式实施 10月1日后发放的工资都能适用5000元的起征点和薪税率表 月收入2万元以下的人可减税50%以上 假设个人扣除三写一金后的月收入额为1万元 原来起征点为3500元的情况下,每月需缴纳745元个税 而现在起征点为5000元的情况下,每月只需缴纳290元个税 到手工资比原来增加455元 此外,12月22日,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以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实行正式亮相 自2019年1月1日起实行 花的划算 7月1日起,中国降低了1449个税末的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一大锅商品进口关税大幅下调 给购买进口商品消费者带来福利 此次降税商品涵盖食品、服装鞋帽、家具用品、日杂百货、文体娱乐、家用电子、日化用品、医药健康等8类日用消费品 尽管药品类税务数量不多,但是降税幅度却高达91.6% 专家表示,此次降税政策是导致进口汽车降价的因素之一 此外,提速降费成为2018年 关于钱袋子的流行语 7月1日起,三大运营商全面取消了手机流量漫游费 手机资费套餐中的本地流量和省内流量全部升级为全国流量 而且不需要用户申请自动生效 据测算,有超过7.8亿用户收费 根据中国通信院发布的《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2018年》显示 固定宽带平均资费2018年6月底为0.49元每兆 相较2014年底的5.9元每兆降幅超90% 2018年移动数据流量平均资费11.6元每GB 比2014年下降91% 看病报销更实惠 自2018年1月1日起 正式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新政实施后,首先在门诊方面 2018年的最高报销比例提高到了55% 相比2017年的50%提高了5个百分点 住院最高报销比例达到80% 比原来提高了5-10个百分点 住院年度封顶线也从18万元统一提高到了20万元 大病报销比例方面 大病起付前由2017年的16500元提升至19000元 2018年新增医保药品476种 由2017年的2510种增加到2986种 此外,10月10日 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 关于将17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类范围的通知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 平均降幅达56.7% 养老保障更充分 2018年农村老人的基础养老金上涨 由2017年的每月70元上涨到每月90元左右 部分发达地区达到180元 具体的涨幅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而定 同时,2018年还实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缩小农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养老金待遇差异 让农村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养老待遇 2018年即将收官 这一年,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医疗养老 我们每一个人都切实得到了实惠 钱袋子更古了 相信在2019年 我们的获得感还将继续增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